为什么中国能够不去美国 假设未来老美真的放弃了所有理智 一门心思要踏进我们家门口 我们能不能将其去之门外呢 今天东王就来和大家唠唠 我们与美国交手的那些事 这是外网上一个很火的问题 有人问为什么中国不怕美国 有很多外国人都在下面给出了他们自己的看法 有人说是我们今天的蓬勃发展带来的勇气 也有人说美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但很快就有人说出了正确的答案 熟悉我国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 历史上中美的几次交手结果 能够完美的回答这个问题 大部分人能想到的首次交锋 或许是抗美援朝时期 这个说法不全对 因为早在解放战争时期 我们就和老美来过一次PK了 二战结束后 美苏争霸逐渐放到了台面上 为了自己在亚洲地区的利益 老美开始明里暗里支持国民党政府 曾经他们就把太平洋海岛上的 20亿美元的物资 以5亿的价格 第一下卖给了国民党政府 此外还援助了700架飞机 和近300艘舰艇 到这还不算完 老美还派出了 约3000人的军事顾问团 安插在国军的各个重要部门 就连杜鲁门也承认 这一大批物资的数量 远远超过了抗战时期援助的总和 除了没有在正面派兵作战 老美可以说是清朝全出 而同时期的解放军部队 在装备上是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用一句老话来讲 就是小米加步枪 可结果又是如何呢 即使老美百般阻挠 我们依旧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并且缴获了50万门火炮 和超过300万支枪支 其余物资更是不计其数 即使后来在正面战场上相遇 我们也没有惧怕过老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